据新华社消息 台湾中国时报 旺台两岸互信基金会15号 在台北举办 两岸好 台湾才会好座谈会 与会人士指出 民进党当局网顾民生福祉 操弄统独议题 操作亲美反中 不断将台湾局势推向危险境地 民众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努力去除危险因子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分享两岸和平红利 两岸关系要为谁服务 显然是人民福祉 因此重中之重就是和平发展 但江大学教授张武岳说 作为领导人应该做的是 让两岸加深了解 促进理解 消除仇恨和对立 要维持正向稳定 确保两岸关系和平格局不生变 然而民进党当局做的 却是扩大分歧 制造仇恨 与维系台海稳定的方向 背道而驰 成功大学教授周志杰说 民进党进行的是 只有下一次政权 没有下一代幸福的选举操作 台湾不少年轻人 有意愿到大陆发展 就被绿营安上 不爱台湾脱台的罪名 明明能够进入职场 却被逼选择战场 这种非黑即白的撕裂 极大限缩了 年轻人的发展空间 此外 民进党上台以来 对台湾前途的抉择 到公共政策的选择 都被操弄 独捅一刀切 缺乏理性思考空间 导致台湾面临 经济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 前新北市市长周希伟说 民进党当局 一面给台湾人民洗脑 吹嘘经济发展 四小龙之首 美台关系历史上最好 一面有计划 有目的地 对台湾社会 尤其年轻人 进行仇恨训练 操弄反中情绪 制造寒蝉效应 最终将造成社会 动荡不安 甚至催生 极端暴力 台北论坛 董事长苏起说 当前台湾面临的情势 是两岸实力差距 日益扩大的趋势 不会变 而美国不愿意 也不可能 为台湾而战的事实 不会变 台湾民众 要看清形势 冷静思考 不要再被 民进党当局盲骗 否则会被骗到 安身立命的地方 都没有 认为两岸发生冲突 美国会来救台湾 是一厢情愿的误解 什么台湾旅行法 台北法案 那些都不叫 清台法案 而是美国优先法案 东海大学教授 潘兆明说 民进党当局 主动迎合美国 不过是让台湾当炮灰 对民众而言 毫无益处 最好的选项是 去除可能造成危机的因素 推动签订 两岸和平协议 让台湾民众 更多分享 两岸和平红利